好看一些小题目 如下图所示课本习题都很简单 下图所示的板手 在A有两个势力 谁的力取比较大 我们讲面讲过要越垂直越大 我们的那个 势力跟我们的 力线 力币越垂 力线越垂直 力币就越大 所以呢 就会最大那像F1呢是会通过支点嘛 通过支点完全就没有所谓的 力矩 因为他没有力币力币是零什么层都是零 所以就当然就是F2 随着比较大 简单小问题OK 那这个也是一样就问你说谁的力矩大谁的力矩小 看图就会知道 然后呢就根据那个 力币乘以力 那这个力量都一样就要管力币就好了 谁的力币大力矩就大 谁的力币小力矩就小 然后呢如果你的力线有通过支点力币就是零 就这样就好 小试一桩 来我们找帅哥找美女 来这个应该是美女 原本有13号吧 13 13 几例 你的答案 你可以低头你不想露眼就低头没关系你要回答问题 你可以把书遮住你的脸为没意见 A请坐下 我们的如果重力跟垂直力币最大力也最大 如果力线通过支点就力币就是零力也就是零 那这个F1的力线就通过支点 所以他力矩最小是零 就小是一桩嘛 简单小问题 那请问你这个呢 这个刚才意思差不多嘛 意思差不多 只不过B就是代公式嘛 选项B就是代公式嘛 选项就是比较一下 他说力量都一样大 就看谁力币大家就知道答案是谁 好那就要答案是谁 很简单小事情 来停车战戒问 多少 换大帅哥是吗 换大帅哥叫做31号 31 C 你坐下你选的答案叫做C F1 F1跟F4的力线都通过支点 所以他的力币是零 所以力矩都是零 F3是垂直的 所以他的力矩是要最大的 力矩最大的 F2就比较小 F2就比较小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选C 然后选C 这些都是基本上不太需要算 就看一下有观念就能够解决的小问题 可以吗 可以